天忍 另外一半做了什麼事 讓妳決定離家出走 板著一張臉 這樣就能離家出走 這很正常的天忍 你會奇怪這是婚姻生活 可是他會一次板大概三天 然後重點是我沒有做錯什麼事情 然後他就是很容易會 可能有的時候我工作結束 或者跟朋友出去玩 然後回來 就看到回到家一開門 然後就 好可憐 一張臉就垮著 我就開始 就是絞盡腦汁開始想 我就是上一次看到他的笑容 是什麼時候 從那個之後發生了什麼事情 讓他不開心呢 然後反正 有一次我就是想說 那我們就初二的時候過年 我就回娘家 然後我想說 因為我的家人都在嘛 所有家人都在 他應該比較不會失控 結果呢 他那一天也是就是臉 就是很臭 然後就是我爸媽跟他講話什麼 他都是超級 就是過於禮貌那一種 謝謝 好 好沒關係 我來就好 明明交往之前 他都是嘻嘻哈哈的 就是跟我爸媽開黃腔什麼 他都OK 然後但是 他就跟我講說 他在 然後我就想說 有時候這樣講是滿大條的喔 對 什麼時候開始會 就是在白天思考 因為通常都是回到家 放鬆之後開始思考嘛 他就說他也在處理一些 他的一些狀態這樣子 然後我就想說 狀態 很抽象 對 很抽象 然後但是我就跟他溝通說 我覺得 我們之間不應該這樣子 因為 家人就是 最大的依靠嘛 那不管發生什麼事情 應該都要互相去聊這件事情 然後 後來也就是沒有解 是因為 孝安那一陣子 跟蓮靜雯走得很近 因為他是我們這一部電影的 男女主角 你們看他笑的樣子 沒有 我不曉得 我不曉得會不會是因為 周孝安他先生 然後跟劇中女主角走太近 笑起來多可愛 如果說 那個靜雯是演男女朋友 男女 夫妻 曖昧對象 其實是學姐學弟 演 但是有曖昧 有曖昧 曖昧演員真的會有一點走心 那個演員 演員有時候很爽 或者說很受不了演員 你知道嗎 他們演這個演的 就產生感情了 入膝太深 入膝太深 他走不出來 所以他回到家裡面 看到你一肚子活 你知道嗎 因為他心裡面還是存帶了 蓮靜雯 那有可能 不是說真的怎麼樣 他在調整 他在調整他什麼狀態 對 他調整他什麼狀態 調整他要慢慢的 不要那麼大愛 因為在拍戲的時候 他跟 他跟劇主會花的時間 比跟你多 真的 因為大部分的時間 三個月都是跟劇主在一起 這樣講 在劇主16個小時 回到家扣掉睡覺 跟老婆面對面 搞不好不到 對 不到幾分鐘 然後他要再去花18個小時 跟女主角在一起 你說這樣子能不出息嗎 雖然是假的 但是還是要有一點點 一事一好的好感 你才能夠演得出那種 要 林靜雯誰看到他會沒好感 一定非常有好感 他可以把我幻想成 靜雯姐 沒有 沒辦法 那個肉質不一樣 肉質 肉質跟妳一樣 每個人 每個人都把 每個人都把不一樣 肉質流彩 林肉質 糟糕了 最近是就拍 他是在拍 宣傳集 他是在拍加油喜事 對 糟糕了 你幹嘛又這樣子敲啊 又不同的肉質 而且 周小涵跟你的氣質好像 對 畢竟他就是我們演過姐妹 對 周小涵 周小涵 糟糕了 你老公要調整狀態了 可是我倒是覺得 我倒覺得他去拍戲 什麼的接觸一些 新的異性朋友 我倒覺得 這對我們的婚姻是好的 因為他會去接觸到外面的女生 然後他可能就是會 讓他就是原本就是 比較無趣的生活 就是燃起一些火花 這個是希望 他想法好正面 我說真的 天然這個是很好 你不會不要再欺騙你 天然這個是一個很好的 健康的想法 女人最慘的就是騙自己 你知道嗎 沒有啦 這是一種正的那樣 大不了離家出走嘛 對不對 開心一下 小別受興奮了 帥 天然 你幹了什麼 印象深刻的離家出走的事 泳池叛媚霍龍 你看吧 天然你才是那個叛逆少女耶 你這個人 天然是叛逆少女耶 叛逆 所以不要說只有男生會幹這種事 對 妳是 天然是叛逆 女生也是 就是呢 前陣子有一天 我回去娘家 又回娘家了 然後大概是我晚上九點半回到家 就是回到我跟我老公的家 結果他就生大氣喔 然後因為我女兒通常是 對 她通常是八點 或是八點半睡覺嘛 然後我老公就生大氣 然後我一進門 我想說 哇靠 這個 這個級別有點太強了 就是超不爽的那一種 然後我就直接就是 當著小孩的臉 因為她幫小孩洗澡 然後我就直接問她說 發生什麼事情嗎 為什麼你要這麼不爽啊 連看我都不看我一眼 然後回回來都不回 她就說 你知道現在已經幾點了嗎 然後我就看一下時間 九點四十分 然後我就說 九點四十分還好吧 反正因為這件事情 我們就也是大吵 後來我就 我就打電話 跟我媽抱怨這件事情 然後我媽就說 我媽就說你就是太弱了 她就說不如我們來 幹個大事好了 她就說 我們下禮拜去新加坡玩好了 然後重點是我大概 出發前 因為我一直不敢跟她說 這件事情 我會怕 所以我出發前 再拖到前三天 我才跟她說 我跟我媽要去新加坡玩 然後但是 對 但是她聽到說 因為是我媽 就是我媽媽想娶 因為我媽媽年紀其實蠻大 她已經七十歲了 然後 她就想說 好啊 算了啦 你就把握時間 就跟你媽出去玩吧 然後我們就這樣 就飛去玩 然後我還特別就是 訂那個就是 比較多外國人的那種 度假酒店 在SANTOSA那邊 好美喔 對 然後我就 放鬆耶 少女啦 少女身材好得不得了 對 然後 玉琳哥對你寡目相看 應該是說對我媽寡目相看 這個是第一間酒店 但我還有第二間 就是更漂亮 在SANTOSA那邊 然後重點是 後面有一群外國帥哥 然後因為我平常其實 不太算是東方 洋人的菜 其實我算是比較偏亞洲人的菜 但是因為那一天剛好 我就想說頭髮染深了 他們很喜歡那種 烏黑亮麗的頭髮 所以我就故意就是不化妝 然後我就下去泳池 就是去穿比基尼 然後在那邊游泳 那有成功的吸引他們的目光 我就發現 真的有用耶 他們就是看過來就覺得 東方女生 然後他們就看 其中一個 長得超像李奧娜 多年輕的時候 他很帥耶 很帥 然後我就趕快 我就打視訊電話給我老公 他就說 臭老婆 你這樣子就是穿比基尼 然後就是穿那麼少 然後在那邊給別人看 因為他有從視訊電話看到 那些男生就是會一直往這邊看 然後我就覺得 我就覺得我就是 沒有啦 我說我只是下來游泳而已 放鬆一下 跟媽媽一起休息這樣子 我就覺得就是 這下你就是總知道說 出國這件事情才是大事 就是平常的事情真的沒有什麼 對 然後所以他後來也就是沒有 因為什麼小時而不開心 不要綁太緊 當然顏色要 顏色是要給的 對啦 不然對不對 他把你當屁 當然還得了 你也是有行情的 也是沒有當